培养你的人格提升 学修除了表面上衣服 穿整齐 头发梳好重要的是 要加上我们行为规规矩矩 外表加上我们的行为 行为加上我们的内心都做得很棒 才是真正的庄严 庄严是包含内在的德性 所以在座各位小姐 不是要求自己很漂亮 要要求自己很庄严 很端庄 男生也是一样 不要只要求自己很帅 要要求自己很有规矩 也像先佛菩萨有庄严的法相 友好的外表 也有很充实的内在 这样子配合就是最圆满的 如同我们来到场行上做功德 自己内外的毛病脾气 也一直在减少 这就叫做培养内德 欲本身就很漂亮了 他不需要再去雕琢就很漂亮 所以一个德性很好的人 他只要很整齐很单静 虽然没有穿戴的很漂亮很华丽 纵生还是会喜欢亲近他 我们有威严 很恭敬很严谨 让我们的人格慢慢提升 威严并不是白脸色 Dewan各架子 而是做什么事情要有规矩 自己的修持很有德性 自然人家看起来就会尊敬我们 威严是把自己做好 修持好 就算你不讲话 人家依靠也觉得你很庄严 修持好